大家好 我今天要給大家開一款東西 嗯? 可怕婆婆一起聊聊這款牛牛的日本威士忌 好吧 大家好 我是 Mr 烹烹彈 TOG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一款,口感圆潤而有力 附有濃郁木香的日本威士忌 他擁有悠長而富裕的魚味 是每年只生產數千瓶的貴重且稀少的限定產品 因为酒本身就是日常消耗品 它其实并不像一块百达斐利或者Richard Mill 这样的名贵手表可以伴随你一辈子的 所以这款日威经常被人称为中产阶级的天花板 富豪阶层的入场圈 所以你天天喝可能还真不一定喝得起 它就是我面前的这瓶 想三十年 其实说起威士忌大家熟知的就是苏格兰威士忌和日本威士忌两大类 苏格兰威士忌算是威士忌家族中几大成者 至今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 一般大家直接称它为Scotch 那其实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这款想三十年 它属于日本威士忌 那么日威可以说是威士忌家族中的后期之秀 日本人的匠人精神可以说是淋漓尽致地体现在了他的身上 每一道调和工序都可以说是一丝不够 日本这个国家由于资源的稀缺性 它所酿酒所需要用到的泥煤麦芽橡木桶等等 这些都是从国外进口的 所以他们所拥有的全靠他们的匠人精神去调和出这款独一无二的想三十年 每瓶想三十年都刻印着独一无二的出厂编号 一年仅出千瓶 此宝石般豪华的美酒 获得了世界威士忌专家们极高的评价 是名副其实的三德利条核心威士忌最高峰 想知道这瓶酒是什么味道吗 个人建议 这支视频点赞突破三十万 我就把它看了 到时候再录一个Vlog给大家看看 它到底是什么味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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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